这是黑龙江台和哈尔滨台报道的 大连万达队在昨晚结束的亚聚杯半决赛中 以2比0击败伊朗的佩鲁冀队 首次闯入亚聚杯决赛 大连万达队昨天排出了442阵型 而佩鲁冀队的首发阵容中 并没有著名球星马达维基亚 面对有多名伊朗国角的佩鲁冀队 大连万达队在巩固防守的前提下 加强了中前场的抢劫 使得对方在上半时 未能获得有危险的射门机会 比赛进行到31分钟时 万达队20号王涛接郝海东的投球百度 门前铲射破网 为万达队首开记录 下半时第18分钟时 万达队抓住一次反击机会 郝海东接队友金斯的传中球 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抽射 再次攻破了伊朗队的大门 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 韩国普香制铁队 以1比0击败沙特希兰尔队 普香队的嫖泰